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古佛慈悲 就你们这点谢意称得上沉静吗? 你们是别人说谢 才跟着说谢吗? 大家心里有这个谢意吗? 你们乾坤等众想一想 刚才谢敬之意 身良多大? 害怕 心虚吗? 犹豫不觉者如何担当重责大任呢? 参班 入班 如果你能够有时有中贯彻到底 一心一意从不变迁 那你们也不用诸佛菩萨现身法谈 因为你们一心一意秉持着虔诚恭敬 对吗? 有了你们祖师的弘慈大愿 你们师尊师母的慈悲心愿 你们老前人前人得责护佑 你们才有今天这一场 你们有感受吗? 上天一再排场 给机会 类似因缘辗转轮回到现在 末后了闻到明里后 方向方针要拿捏清楚 不容迷迷糊糊过日子 红尘假象千般万象 切末要流连忘返 深处在红尘中 明信借假修真 修身恋心恋性 长眼改脾气去毛病 斩断七情六欲 七恩子爱 说难则难 力行则不难 智慧见高举 当斩断千禅 有因缘千禅的祖伴 你修行的路途当然多颠簸 多风浪 不顺遂 一切因缘全在众贤之心念上 其心动念造成何种因缘? 再加上众等投入色身之后 必然成就出善恶美丑 你们想想往后你们最想要怎样的成果? 是好是坏自个而想一想 你拟定的方向是什么? 你的心愿是什么? 出班以后你们最想要做的是什么? 搭帮助到的舍身 舍恩 舍爱 舍烦情 舍所有 舍得了吗? 可财物舍得了吗? 你们是追逐钱财成名瞻 可有反思回光照 日日审参效圣法贤 莫不是要你们时时刻刻二六手中 不忘失本心 可知道你们的本心是什么? 不忘失本心方不失于本性 方能见自信佛 可知你本心是什么? 你在这红尘追逐贪嗔痴 你可知这贪嗔痴是地狱三条根 可又偏偏寄于贪嗔痴 往后好好调习身心 调习火后 你们要能够接受上天一而在 再而三的要求锻炼 给你们成就的机会你们要勇敢面对 而且左右旁人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要相互砥砺成长 时时求精进不懈怠 要有劳不怨 学不倦之心 才能接近圣贤之位 是财蓝彩和大仙道坛 给你们一个小考题测一测 你们门心想一想 是不是慢了好些不? 要在精进严格自我要求 要参半圣是自己要积极进取 加强学会被守礼节 才能多一次乐愿的机会 不会的永远错失机会 人人皆有缘有份 不要诱失此缘分 众等皆是人人明智者 真亮你们的眼睛 起开你们的心房 心锁 不要再闭塞不通 看不清楚 以智慧明辨所有 以真理向导众生往前走 五谷佛今日道坛 给众等批了偏解为训 以后在修行路上 你们就用心将训文参透 用心照着训中所事去做 必然能破除重重阻隔 也希望你们修行到最后能有好结果 只要能秉持势必成佛之心 残颜古佛地狱众生不尽不能成佛 所以要有劳诸为贤士们亲力相助 也愿你们能够自足自救 时时刻刻督促自己 不容太放松 不要让你们心门又繁琐 心胸要多开阔 才能敞开心胸孝怀骨精愁 才不愧为弥勒菩萨的徒孙 祭功活佛的徒弟 百水圣地 得慧菩萨的后学 不要再做满心魅己之事 遵守伦常更要加紧 要好好尽心 不要脱离鬼道 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 结果所作所畏却是违背仁义道德 你说这般不是会坠落四身六道轮回之中吗 所以劝众等莫要再造罪 自入囚牢 今天古佛告知众等解为之方 也期盼着众等能够解脱重为 生死能解脱 乐物成佛 0836横线092 �h埸 2 是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